继续要带您去看到 这是中美朱新算学会举行 第二十二届朱新算简订证书 以及奖学金颁奖典礼 密尔比达市市长爱和协 加州众议员朱感生等人 全都亲自到场为学生来颁奖 当天学会还同时宣布了 将从七月二十四号开始举行 世界杯三算全能竞赛 以及国际教师的教学研讨活动 朱新算是华原特有的运算工具 也是古老的中华文化 为了在海外传承 中美朱新算学会 在金山湾区乔教中心 举行第二十二届朱新算简订证书 及奖学金颁奖典礼 活动由中美朱新算学会总会指导 北加分会承办 包括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乔务咨询委员叶云和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陈安东 密尔比达市市长爱和协 加州众议员朱感生等人 共襄胜举 主持人中美朱新算学会 北加分会会长谢小薇 他感谢干部与老师们教学认真 大家同心同力 让检定合格通过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在今天的活动我们是为了鼓励 感谢所有家长一直坚持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朱新算 今年的考生有五百多位学生 那今年的学生时段的有三位 新算的时段是Stephanie Chan 朱新的时段是Adrian Huang 还有Brian Su 除了这些奖项之外 我们还颁发了奖学金 今年的得主有十位学生 两位学生是来自南加的学区 中美朱新算学会总会长 楼玉兰表示 学会的目的是推广朱算与新算 并将朱算新算传统记忆传承下去 他也当场宣布 7月24号开始1点3天将在加州的阿拉米达县 大黄蜂航空母舰博物馆 举办2015年世界杯三算全能竞赛 以及国际教师教学研讨会活动 吴玉华主任感谢家长的支持 让华人子弟传承中华文化 我们期许在会长跟各位 还有家长的群策群力之下 秉持目标对社区做成更多的贡献 来家会造福更多优秀的学子 随后一群学生在台上表演 朱算与新算的加减乘除 获得现场热烈掌声 而爱河协市长与朱感生众议员 也在会中颁发贺壮 表扬中美朱新算学会 在朱算与新算方面的贡献 这场盛大的颁奖典礼 在四百多人的热情参与下 圆满落幕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和熙采访报导